散户财抛售比特币大户来救场 有一个关键的支撑位 如果跌破 上涨趋势就等于宣告结束了 加密货币交易所蹭AI热度 推出加密AI聊天机器人Sense 2023 Q1加密货币行业报告出炉 市场回温现货交易激增 六大亮点摆脱熊市 这波下跌究竟为何 比特币的下一个支撑点又在哪里呢 币圈从来不缺有钱人 看看加密富豪是如何配置他们的加密资产的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4月25号星期二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数据 比特币目前比过去的五天时间 是下跌了5% 其实虽然这个幅度不大 可是还是引起了巨大的市场波动 和短期持有者的一个炮手 然而即使比特币的价格继续下跌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巨金们仍然在继续的增持比特币 图中的蓝色的区块表示说比特币的巨金正在增加 那么可以看到每头巨金的供应量 目前已经增加到了535个比特币 这是从2022年第四季度 FTX崩盘以来 每头巨金最高的一个持币供应量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 比特币名文 也就是比特币协议的一部分 它用于定义交易的条件和限制 那么数据显示 4月20号这一天 创建了大约20万个比特币的名文 这也是迄今为止名文创建最大的一个单日的数量 然而内存池的区块在786551的这个地方被完全清除 这表明什么 表明比特币的需求 至少在散户层面的市场需求仍然是非常微弱的 好 关于比特币 今天的冲高回落 大家都不是很看好 很有可能近期还会继续的探底 那么探底到什么基准线是一个安全线以内呢 跌破多少会代表着这一轮上涨趋势的结束呢 我们还是维持我们周一上午8点大盘结束之后 会员专属周平当中给出来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置 所以从当前形态来看呢 这一轮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正常回调 那每一次上涨结束的回调呢 都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情绪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第一个就是formal情绪暴涨 散户们开始纷纷看多 第二就是各种迷因币开始一轮爆拉 所以这一轮的回调 大家发现这两个条件其实基本都是满足了的 好 亲爱的GBT人工智能真的是非常的火 对吧 我看到很多和人工智能没有关系的博主 都开始纷纷聊AI了 打算蹭一波热度 当然很多公司也是开始布局AI领域 从人工智能上想分一点好处 马斯克成立了XAI Adobe开始开发视频的AI生成工具 文星艺研等等这些公司 都在抢人工智能的这块蛋糕 但是现在连全球第一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也开始对AI动心了 横空推出了一款AI的聊天机器人 日前YouChat GPT提供支持 币安宣布推出了加密AI聊天机器人Sensi Sensi目前接受了币安学院的 一千多篇文章和词汇表的培训 用户只需通过聊天窗口 输入几个关键词或问题 即可收到基于币安学院 或其他可靠开源文章的及时回复 目前可以基本覆盖主流币重 但其他信息还非常不健全 如果大家使用下来发现 这个Binance Sensen目前还只是一个测试阶段的版本 你很多的提问 它的回答都是含糊不清的 比如说你问一下竞争对手Coinbase 这些交易平台是不是可以公平的交易 没有答案 你搜索当天热门的迷因币 有没有介绍相关信息 没有 就连你问他说你是否得到了赵长鹏的支持 他都会告诉你赵长鹏经常在推特上和用户互动 你不妨去推特上直接咨询 说反而Sensei只是根据币安学院的内容 进行官方的一个回复 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AI的作用 所以币安的AI的热点蹭的有点太明显 好我们来看一组言报 加密货币交易的聚合数据平台 CoinGecko日前发布了23年第一季度的 加密货币的产业报告 这个报告是涵盖了 加密货币市场的局势 到比特币以太坊的分析 同时还探索了DeFi和NFT的生态 同时也回顾了中心化交易所SACS 和去中心化交易所DEX 在第一季度的市场表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oinGecko整理出的 2023年第一季的币市六大亮点 首先币市开局强劲 总市值上涨48.9%至1.2兆美元 其二 比特币表现优于传统资产类别 上涨72.4% 第三 稳定币市值下跌62亿美元 跌幅4.5% USDC BUSD 跌幅最大 第四 Define生态系 成长65.2% 至296亿美元 第五 NFT交易量 回升至45亿美元 Blur 呈最大NFT市场 最后 首季现货交易量成长18.1% 至2.8兆美元 DEX 计增幅超越CEX 其实如果当看第一季度的话 加密货币的表现还不错 对吧 银行危机和FTS的这些危机 都慢慢的走出来了 市场也开始出现了复苏 可是进入第二季度的话 大家看到 以太坊的叙事结束了 香港的优势也结束了 亚洲的力量处于一个休眠和观望的 一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周期几乎没有什么 太多在消息里面的期待了 而且美联储的加息力度的预期 还在增强 所以即使是近期出现大盘的 这个起稳或者极大的走势的话 大家也不用太过的伏谋 大概率是庄家在耍流氓 会是一个多头的陷阱 所以现在的空军 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 多头暂时还是处于一个 没有还手之力的状态 比特币利润地址 创新低 别慌别慌 这都是矿工带来的泡压 隐形富豪他们都是谁 如果你不会配置加密资产 来看看富豪们的加密钱包 你心里就有数了 比特币在过去的一周 可以说是过山车 对吧 最低点我记得最低到了 两万七千一百美元附近 那么低点震荡的时候 周一开启了一波迅速的拉升 一度扣关两万八 不过还是没有能突破这个整数关口 那对于这一波下跌的原因 我们做过很多分析技术面消息面 那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各路分析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比特币上周的快速下跌以来 BTC都没有明显的反弹 可以说是非常颓势 至于下跌的原因 推特分析师Tarek上周引用 Crypto Coin数据表明 大部分抛压是来自矿工的卖出 不过他指出投资者不要恐慌 由于目前矿工的生产成本 目前在2.7万左右 他预计抛售压力将在27200美元 至26600美元左右消退 但有一部分分析师认为说 币价下跌很可能是目前的矿工 卖出了部分比特币想要获利 那根据Glasnude的平台数据 比特币的利润地址 近一周之内 刚好达到了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也就是32367059个 目前来看 比特币的短时价格 确实在27000的整数关口 获得了一个支撑 那么接下来 是否能够继续震荡向上突破 还是向下寻找支撑 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操盘日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提醒大家思考 就是您觉得世界上这些顶级富豪们 到底有多少人手里握有数字资产 有多少人持有比特币 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 因为大家不会把自己隐匿的资产 供诸于世 对吧 比如说美团老板王兴 著名歌手林俊杰 以及热爱狗狗币的世界首富马斯克等等 甚至有小道消息说 不排除马云也握有大量的比特币 不过近期有一些加密富豪 开始公开了他们部分的钱包地址 我们今天就来八卦一下看看这些顶级的 创始人孙宇晨公开的钱包地址中显示 钱包总共储存了8.58亿美金资产 其中主要持仓为ETH和稳定币USDD 而Coinbas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 目前在他已知的地址中 持有约59万美元资产 几乎全部是ETH 作为加密货币坚定的支持者 马克库班拥有400万美元加密资产 USDC占一半以上 其次是STETH和WrappedETH 好从数据上不难看出 加密富豪们都是拿比特币和以太坊 这样一些主流的资产 作为他们必备的投资首选项 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韭菜 首先你要明白 投资特别是在一个缺少规则的野蛮生长的投资领域 保住本金才是你投资的关键所在 其次才是赚多和赚少的问题 我们看看威神 除了以太坊 他几乎不玩任何的山寨币 就算是屎币给他转了500万一枚屎币 他也是捐的捐清空的清空对吧 所以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 类似于像我看不懂的狗狗币 民营币这些币种 不是它没有价值 它有可能会涨很多倍 但是当我不懂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内在逻辑的时候 我们还是近而远之 可以短期逐利一把 但是一定不是我们长期持有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主次 什么该买 什么要少买 大家看一下这些隐秘的富豪们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你觉得呢 好来看今天的必转大事件 据Forecast援引黑山波德格力查法院网站报道 Terraform Labs联合创始人Dukon 将于5月11号在黑山接受庭审 罪名为涉嫌试图使用假护照旅行 TRM Labs是一家专注于加密业务风险管理和合规线的公司 日前TRM Labs的一位发言人证实 公司已裁员9% 据悉该公司约有200名员工 其中裁员的三分之一来自招聘团队 韩国数字资产公司日前宣布与Polygon Labs签署一项商业协议 两家公司将为Polygon主网提供托管服务 并合作支持基于Polygon的项目 过去24小时蓝筹NFT地板价出现不同程度回升 其中BAYC地板价重回50ETH上方 现报51.01ETH MAYC地板价现报10.99ETH 单日涨幅达3% DUDOS系列地板价涨至2.33ETH 单日涨幅为5.22% 据Certic监测FlowX项目Discord服务器已被入侵 黑客发布了网络钓鱼链接 在团队重破其服务器的控制权之前 请勿点击任何链接 好的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梳理 如果您觉得我们每天对新闻的树立对您的投资有价值 欢迎您给我们点个赞 也欢迎您传播我们的频道 当然如果您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打造得更加专业 我们会非常的感谢您 在这个链接当中有我们所有的会员的权益 我们希望能够和您一起挺过熊市 让我们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